国家5G推进组负责人今天表示,今年将重点推动5G终端芯片测试。 目前,推进组已经对4款5G芯片、6家5G系统进行了室内和室外两种环境的网络测试。 其中,华为海思的巴龙5000芯片能支持5G独立组网和非独立组网两种模式,并已完成从室内到外场的全部网络测试。 下一步,推进组还将完成5G毫米波的技术规范,并推进车联网芯片终端和车载设备产业链的完善与互联互通规范。